好,我们开始 还有三跟四还没有check-in 应该没关系吧 这两个是哪一位弄 这个是之前练习的 这个没有 好,那我们上次做的这个叫做 批亚嘛,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 好,在这里我们都没有用什么 dannay code之类的 然后也没有用什么 给他辈子做吧 那这边的话看一下 好,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真的流程呢,我们会是像这样子 我现在把一个info进来 刚才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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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东西 我想 我想贵公司那边应该也是 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件的流水号的一个 编码 那我们这边的做法呢是 我们这边的做法呢会去扣一个stop procedure 好那这个stop procedure里面就是在处理 序号的这个部分 好那么从issuer这边送出来之后 他就会来做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会去 写 我们说叫做有一个叫做 System flow 就是一个 这个 Approval log 那我们为什么要记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document number 然后有一些 我的status 比如说我这个按 这个步骤我是核准 或者是 退回 或者是否决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记这个步骤的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 那以后 那以后 Altimus在 做一些报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的从这个地方呢 去查到我们要的这个资料 你就不会到Altimus的System log 到这个Altimus的System DB 因为呢 System DB是很忙碌的 那他常常会在送单的时候呢 他会去lock table 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又去access他的话 你的这些 报表程式啊 很容易就会被开帽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方不行 那表单的部分呢 表单的部分在送单的时候 我们会把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表单 我的声音还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好 好 好 4 3 3 5 好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CPS的一个 Composer 就是一个编辑器 那这个编辑器里面它 所以就是说 可以来写我们的表单 那这里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表单 好,这个表单 那你看到这个表单的时候呢 诶 诶 诶,我就是 诶 这个是issue的表单 是issue的表单 那我们这张表单 填完了之后会做一个送单的动作 对不对 送了之后呢 他就会来 他就会来完成这个步骤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incident 就会开始动作 然后去启动这个步骤 然后再启动这个步骤 最后会停在这里 等待这个人去签完了之后 去做一个送单的时候 他会到这个步骤 好这是ultimate study 一个运作的方式 那我们在这张表单刚启动的时候 他不会有所谓我们的暗号 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单号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步骤送出来之后 到这个步骤我们要去取单号 那这个步骤送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有暗号 暗号是 我们两个 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会有两个编码 一个编码是ultimate scale ultimate engine game 另外一个是incident game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两个号码出来 那我们ultimate的这个编号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样子流水号 然后不同的流程 他都是从一开始编 那这个 这个单号呢 我们是 也是一样用流水号 那可能是分单 然后分日期 或者是分年月 然后去取流水号的第一个 第一码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update这个 这个table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起单的时候 他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号码出来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我们系统时间的 年月日十分秒 然后毫秒 所以呢 ,这个是假的 那 当我们用这一些去create一笔资料的时候 我们的key值是这个,但是是错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后面的步骤去把它update掉 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flow bar 产生 会有这样的一个flow bar产生 那这里面就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取单号 取到单号之后 我们把这个单号 还有这个 暗号 把 我们要的这个table把它update掉 把我们要的table把它update掉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们就用新的 暗号跟单号 去update 去insert 每一个 步骤的approval log 不然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哦 那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 我们在流程里面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 这个 呃 单号把它取出来 把它update掉 我们用的是叫做 Multimus的流程机器人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的流程机器人呢 有 有10种 还有10种 还有Dunit Code 然后有BB的 然后有写ASCII file的 然后有发Email的 有写Excel Word的 然后或者是跟这个 Exchange 或者是跟SharePoint去做整合 或者是跟Web Service去做整合 然后或者是写SML file 那我们在拉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 我们下期判 有写程机器人 或者是写B Service 好 我们再拉的时候 我们就是 点一下旁边的这个托把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流程的这个编辑区这边 点下去 这样就会产生两个步骤 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第一个步骤送出来 基本上他一定会到第二个步骤 然后第二个步骤送出来一定会到第三个步骤 好 以此类推 除非你这边有写条件 像我们这边有写条件 各位应该还记得这个条件吧 好 当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射几 这个路我们上次有没有交 没有这个没有交 又没有 好 那我们这等一下再讲 好 那我们先讲这个 db flow bar 那db flow bar呢 是蛮简单的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去把 Connect 建好 然后把我要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建好 像这个 这个流程机器 它就已经 我们叫训练完毕 那你也可以说设定完毕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会遇到一个 一个东西 叫做Connect 这个我刚刚开 我们的这个 db flow bar的时候 他跟我说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刚刚不是去建了一遍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取用 我这里面的设定 这个是我们开发端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 我们在开发端做了一个 这种连结 那他一定会带server name 还有ID password 那这个可能不会 跟正式机 的 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 这三个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去做了一个 叫做 一个空壳 那我这边连的时候 我是去连这个空壳 到run time的时候 我才去看这个里面的 值是什么 然后再去把它解出来 所以在 我们的开发环境里面 跟 我们的这个 实际的环境里面 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空壳 我才可以去 把我的这个流程 去做发布 所以我在这边再见一次 那边 这个 我不会做了 然后 去 这样子的话呢 我才能够从受吃鸡 把流程的发布到正式鸡菌 那接下来我就来做 我要做的这个动作 好 第一个动作呢 我是去get我的 等一下我先去把它扣下来 好 以后各位呢写的多了 这些我们的语法什么的 就会很熟 要不然就是你知道去从哪里把它抠过 那现在呢 我们要做几件事情 还记得我们的变数怎么设定吗 在流程的空白的地方按这个 好这里我们有三个变数 那我们现在另外再见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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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边做命名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用什么底线啊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一串字然后手字大写 手字母大写 这样把它串起来 那这样看起来也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这边射完先关掉 看另外一个 好 最后一个我们要再建一个return的 那这个的话我就会前面加一个底线 以示区别 这是一个return的值 那当然各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示 好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db flow bar这边 好这是一个stop procedure 所以呢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第一个先给他一个名字 然后connation就是用刚刚我们建好的那个connation 好那这边建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来写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写的东西 我的stop procedure叫做get document number 然后我转一下 然后我转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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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stop procedure 他的名字就叫做get document number 好 那当然这个里面就是全部都是seql 自己本身的一个写法 那我们在这个atmos 那我们在这个atmos没有去做的时候 这边是用call get document number 然后 那前面呢要有一个回传值 这个回传值他是故隶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带 拉进来 这样他就进来 那我们要穿哪一些这个 直进去呢 第一个 我们要告诉他说 这个流程他是 他的名字是什么 那这个流程的名字是什么呢 可以去从 的 keyword 就是我们系统变数 这里有一个process name 那设定的方式也是一样 把他拖进来 放掉 然后透号 第二个呢 is first 我们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数 这个变数呢是为了说我在 比如说我在这个步骤退回的时候 那 我这边 改完了 送单 这个时候呢 我的 document number 应该是 不变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就会做一个 我退回的时候就把那个is first 把它改成 false 然后我到 我的表单里面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他是false 所以我就不会再做一次 document number 那他这样就可以维持样子 那我想这个我们在 AP开发里面都会遇到很多东西 各位应该也都非常了解这个部分 只是说 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这样来做 那另外一个呢就要回传 我的 document number 这里我少一个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在这边再加一个 叫做 Document Depart 那其实这个也没什么 没什么奥妙的地方 他就是一个 一个取值的一个 基础 比如说我这边传的是 YYYYMM 那他就会依照这个来 帮我贴验这个水 好 如果我传的是这个YYY 然后MM 然后DD 他就会每一天帮我贴好 就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 变数的功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的回传值 要做Document Number 然后这边都设完了之后 我去按Apply 如果有错他就告诉你错 如果没有错他就会过 他就会把Document Number解出来 如果我这边有错 如果我这边有错 比如说我这边 然后我去Apply他 他会跟我说你的变数的数量不合 好 对这边这边会做一些比较初步的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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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知道 他就会知道说 这个Stop procedure 要回传一个Document Number 给我 所以这边我就用一个Schema去接 我用同一个去接他 等于是Update掉 记得这个是回传值 这个是回传值 然后这个是我的 接收的变数 好那我这边设完了之后 我就把它存档关闭 这样这个Stop procedure就好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 Ultimus内建的这个Update来做 那一样这边呢 我们Update这个 这个Table 好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就 手自大型 那就好 好 UpdateSysflow 那同样这边呢 也是 建这个Connection 然后我的Table 我要用 我要Update哪一个Table 那我现在是System Flow 那我现在是System Flow 所以是用这一个 我点了之后 他就会帮我把栏位解出来 那在这里我就要告诉他说 我要Update哪一些栏位 第一个 Insert the Number 这个是系统变数 第二个是Document Number Document Number Document Number 好第三个 这里我还少见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是Filter 就是我们的Hoyer条件 Hoyer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好 Document Number 等于 我们的Document Number 这有点绕空嘛 对不对 就是 我们用之前的值去比对 然后比对完了之后 把真正的值塞给他 就是这样 好那这事实上呢 这个应该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变数值 另外一个变数 我把它加进来 所以我们会把它叫做 Find Number 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怪 只是我们用这个当key值 然后 Update这个 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再来改一下 好那我们再来改一下 第一个先去Get 我的Document Number 然后第二个是去Update 然后第二个是去Update 然后我去Update 把我真正的这个大部分呢 Update是这个假的 把这个假的把Update是真的 好 好那这样子这个就OK了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另外一个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Dunet Code Flow 那他的设定也是很简单 好我们点两下出来才会进入这个 training的这个Mode 好那我去新增我的Action 首先呢还是要先给他一个名字 那我这个是要干什么用的 这个呢我们是要去Update一个叫做Summary的东西 这个Summary的东西是在 这个Mode 嗯 那我叫另外一台給各位看 稍等我一下 謝謝 这边都没有 不过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栏位 叫Summary 我们要把这个Summary 这个 这个 值把它组出来 那怎么组呢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单列code 去把它组出来 这里我用了 好 叫进来之后 如果这个写的对的话 你会看到class 然后去add 我们的messor 然后告诉他说我的messor name是什么 那他就会帮我把这个messor的 传入纸跟传出纸 秀出来 好 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个document number 然后有一个user for name 然后会有一回传纸 那我们就先把回传纸设下来 我们要回到这个insert number 这个是我们的keyword 好那我们要去建一个user的full name 然后document number 等下我们再设 好我们在这边设一个user full name 这是实书 好第一个把document number塞给他 第二个把这个user full name 这个action就好了 我没存 好 入车 full name 再给他 这样子设完了之后我们按ok 这个action就好了 一样我们存档跟完毕 好这是我们两个flow吧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的flow吧 那这个ascii现在很少的用 产出word flow吧 好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去 去insert一个touchment进来 然后 按下这个训练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些 美品 美品的动作 那这里的话我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范例 那这个功能我就不用了 因为他需要 到这边装这个office才可以用 所以我这边就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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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譬如說我們的WebServiceFlobar WebServiceFlobar,然後在這裏 這裏是很困難的 這裏是假如要重新裝耳機,有發生嗎? 對,對,對 結果它在裝的時候發現到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贴上 然后WSDL 然后去Connect 看不见 没有了 看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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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空的 那我给各位看的是 我如果在这边 把我们的流程 这是我们安装好的流程 发布好的流程 在这里呢 我去把web service 把它enable enable 那我在is 这边 他就会有一个OCS出现 那有一个ASMS出现 然后我在这边去browse 基本上这个流程 基本上这个流程 他就有7个method 可以去使用 是透过web service 去使用 把这边扣下 把这边扣下 然后到 在这边扣下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然后去connect 我就有7个 我就有7个method 可以去用他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设定 然后那边设完了之后 这边就是变数的连结 这个是method的变数 这个是我本身 自己 这个流程的变数 那我点下去之后 这边给我看的就是 我刚设的那些变数 我就可以选择把它 串进来 然后按OK 这样子 这一个method就设定好 再存档 然后这个 probot 这个流程极限就设定好 那这样子 大家对这个流程极限 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有一点复杂 有点复杂 哪边复杂 就是 不太知道他 他 他这个有什么作用 那我再把大意讲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流程 对吧 对 这个是我们的流程 那 那 像这个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这种 还有这个begin begin这边的话呢 我目前是设人 所以begin他也是用 也是人去启动他的 那这个我们叫做user step 就是我们的使用者 就是我们的使用者 就是必须要有使用者去做他 他才会动 那我们的流程机器人呢 是 我从这个步骤跳过来的时候 从issuer跳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个step 他就会自己动作 那他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就是这边我们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外部的 一个整合 他会用到 比如说 我们从流程里面 我们要把值 存到database 怎么存 就是用这个方式 那我的 流程里面 为什么会有值 是因为从这些变数来的 对不对 那这些变数怎么来的 是从我的前端 是从我的前端填完了之后 丢进来 那我的这个表单 我当然可以在这边就直接存档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在 流程里面去做的 所以我们会放在流程这边去做存档 或者是去call web service 或是danaycall 这样的一个 流程机器人去帮我们做事情 这样了解吗 知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 我们就会有很多设定 要去做 对 那他的动作就是把值 丢到我们要让他去的地方 那这里呢 这个user的这个步骤呢 他怎么跟 我们的表单去做串联 就是在default form这边 我们告诉他说 他是一个ultimus form 那这个步骤 他就会用ultimus form 开给你 你如果告诉他说这个是一个cps form 他如果用cps表单 开给你 或者是你在这边 在这边填说你是custom 这个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放 ASP.net的表单在这里 他就会放这个东西在这里 所以 步骤的串联 步骤的跟表单的串联 就是在这里 那步骤跟意识系统的串联 就是在他的action里面 就是在他的action 让他去做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我要做line的通知 我可以在这边用一个单一口写 然后去 送line的通知 只要我follow这个line的他的API 那我就可以去操作 去操作你的line 好 那这样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好 各位想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回来就这样入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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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快 谢谢 好的 好 好 好